红丝绒慕斯蛋糕 用刀划出一个立体的心形 然后切开来是爱心的切面 但是做了两个都失败了 所以我觉得我要好好琢磨一下 然后再去完成这个想法 但是这次的蛋糕本身是非常好吃的 大家有时间可以试一下 首先来做传统的红丝绒蛋糕 先准备好黄油牛奶 125毫升淡奶油 加入125毫升牛奶 然后加入5克白醋 一起搅拌均匀 这个配方会用到比较多的醋 但是做出来不会有酸的味道 大家不用担心 模具均匀涂抹黄油 我这里用的6寸加高的模具 如果换成一般的8寸模具也是可以的 撒上一层可可粉被用 做这种欧美口感的蛋糕 需要的材料有一点多 120克黄油 室温下软化 加入120克白糖 原配方是300克 我捡到了120克 最后吃起来口感还不错 高速打发黄油到泛白蓬松的状态 依次打入两个全蛋 鸡蛋要一个一个加 这样搅拌的液体 水油分离不会太夸张 碗内倒入40克植物油 加入10克可可粉 香草精10毫升 白醋20克 红丝绒香精25毫升 如果没有的话 用红麴粉加适量的水来调制 也是一样的 一起搅拌均匀后 倒入刚刚打发好的黄油蛋液中 一起搅拌均匀 分次杀入350克低筋粉 倒入刚刚准备好的黄油牛奶 虽然是黄油牛奶 但是没有黄油哦 加入一半的泡打粉和食盐 搅拌均匀 再加入剩下的一半粉类材料 还有剩下的黄油牛奶 全部一起搅拌均匀 搅拌好的面糊全部倒入模具内 用硅胶铲磨平 轻轻震出空气 烤箱预热180度烘烤50分钟 烤出来的红丝绒蛋糕要记得倒扣 彻底放凉 因为添加了可可粉 所以这里的红丝绒蛋糕 颜色就是很好看的深红色 然后我就开始了一个 做死的新型蛋糕的目标 大家可以忽略不看 这场烤出来分开切片就可以了 这一款是黄油全蛋型的蛋糕 口感会偏厚重 但是因为添加了白醋 食盐这些 能够有效缓解黄油 还有白糖带来的甜腻 我这里给自己挖了一个 自以为的很立体的爱心 慕斯底的话 就直接用刚刚切好的 红丝绒蛋糕碎 倒入模具内压实压平 慕斯做起来很简单 小锅内加入两个蛋黄 40颗白糖 一起搅拌均匀 开小火放置小锅 不断搅拌蛋黄 加热到80度杀菌 这个过程要不断快速搅拌 防止蛋黄煮熟 搅拌好后放凉备用 6颗吉利丁粉加适量清水 为波炉定10秒 融化的吉利丁液 加入到蛋黄液中 加入60毫升柠檬汁 一起搅拌均匀 准备好淡奶油300克 加入16颗白糖 打发至六分发的样子 然后加入刚刚搅拌好的蛋黄混合液 搅拌至顺滑的慕斯叶 搅拌好的慕斯叶先倒一部分进模具 把好红丝绒蛋糕 如果是切成蛋糕片的话 就可以铺一层慕斯叶 然后再铺一片蛋糕片 最后倒入剩下的慕斯叶 放入冰箱冷藏4小时就可以食用了 我在上面额外撒了一层红丝绒碎 看起来比较好看 吃起来的话是冰凉酸甜的慕斯 包裹着浓郁香甜的红丝绒蛋糕 很好吃 看起来有一点复杂 其实材料准备够了 就还是很简单的 接下来是戚风版的红丝绒蛋糕 做法跟一般的戚风蛋糕做法没有太大的区别 4个鸡蛋分离出蛋黄和蛋清 蛋黄内加入60克植物油 充分搅拌入化 准备好的红举粉和可可粉 先分别加入适量的温水 搅拌融化 可可粉还好 黄麴粉会有一点点结块 所以实现加水调适融化会好一点 蛋黄液中筛入90克低筋粉 因为我的想法是要刻一个立体的形状 所以会多添加一点面粉 如果不想蛋糕吃起来太实的话 可以相应减少10克低筋粉 加入刚刚剩下的清水和调好的可可液 一起搅拌顺滑 再加入红举粉叶 一起搅拌均匀 蛋清的部分加适量柠檬汁或白醋 中速打发 打到鱼眼发泡的状态 然后分三次12-60克白糖 一直中速打发 直到提起打蛋器 成小尖角的状态 而且整个蛋白是细腻的 有光泽的 打发好的蛋白分次与面糊翻拌均匀 加入10毫生香草精 最后翻拌到面糊的状态 也是这种顺滑的 有光泽的 搅拌好的面糊倒入模具内 烤箱约160度 烘烤45分钟 烤出来后要记得倒扣凤凉 戚风体的红丝绒蛋糕 制起来就是很细腻绵软的 因为第一个爱心蛋糕失败了 所以我又不死心 又想尝试一次 结果还是失败了 为了不浪费那些便便娇俏 建议大家还是简单的切片吧 萌萌慕斯还是按照开头的做法 模具内倒入慕斯后 撒上红丝绒蛋糕碎 放入冰箱冷藏4小时 切开来就可以食用了 夏天我是比较喜欢像柠檬慕斯这种 吃起来比较清爽 又不会甜腻的甜品 大家平时也可以多做尝试 谢谢大家的观看